这支雪橇队竟然奔跑在刚结冰的白岭海峡上 这是一场与死神进行的博弈 与此同时 全美的民众也都关注着这支远在阿拉斯加雪橇队的命运 人们不仅关注的是他们能否从千里外 为当地的孩子带回救命的雪芹 更关注的是 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中 英雄能否平安归来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为了能把雪芹更快地带回小镇 这支雪橇队竟然选择穿越零下三十度 积极强逢的白岭海峡 这将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冒险 正当雪橇队全力奔跑在冰面时 刺耳的冰猎声还是让这些雪橇圈慌乱了起来 老赛试着大声的误喊控制队形 收向示威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 十二岁的领头犬多哥站了出来 他不断地调整了自己的节奏 努力尝试地把队伍的节奏拉回来 看到多哥的表现后 老赛也兴奋了起来 他大声地呼喊着每一个狗狗的名字 为他们打气 就这样 在老赛和多哥的配合下 他们有惊无险地上岸了 上岸后的他们还来不及休息 本着直线距离最近的原则 他们又开始选择翻越雪山 和刺眼的强风 吹得老赛根本睁不开眼睛 他看不到前方的目 忽然领头的多哥发现了危险 他尝试着用四肢解肃 但是毫无注意 此时老赛也发现了危险 他努力地想杀住雪橇 但是失败了 于是他跳了下去 脚用钩子勾住地面 但强大的惯性直接把他掀翻了 整个雪橇队连人带拳 冲着悬崖就冲了下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老飞分力一勾 终于勾住了地面 整个队伍终于停了下来 可危险也没有解除 钩子随时有可能脱落 老飞大声地呼喊着多哥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多哥 能尽快地领着同伴 掉头爬上来 听到呼唤的多哥 努力地用爪子抓在地面 领着同伴艰难地往上爬起 即使他的爪子都已经渗出鲜血 剧烈的疼痛感也没让他放弃 因为他曾答应过女主人 正因为这份信念 多哥领着同伴爬了上来 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深夜疲惫着他们终于来到了中转站 拿到了血清 看着双爪都已经破烂了多哥 老塞很是心疼 可他没有办法让多哥休息 他们必须马上赶回去 海峡那边还有数十名孩子 等着他们回去救命 就这样 他们又重新站在了 白岭海峡的冰面上 看着比来时更复杂的绝境 老塞迟到 要想再次从面前这片死神禁地逃生 多哥是他唯一的希望 而面对断裂的冰层 多哥没有惧怕 不管面前是什么样的恶劣环境 对于多哥而言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主人安全地带回去 随着一声巨猴 这只带着孩子的希望 带着主人的盼望 带着人类奇迹的雪橇队 又一次发起了鱼死神的战斗 就这样 整个队伍在老塞的鼓舞中 和多哥的带领下 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前方无路怎么了 我在屁息近 断裂的冰层怎么了 只要我够快 你就是我车后的尾灯 卡住我的车又能怎样 大家一起拉过来 在这股团结力量的驱使下 他们离胜利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可就在马上有伤害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 却彻底地惊到他们 断裂的冰块 离岸边数米远 他们周围也没有任何路可以走了 他们被困在了这块单独的冰面上 这是怎么了 难道上帝 真要让这群英雄 造成在这片冰冷的海水里吗 有点火灵的冰面上 就能这样 除了这片冰冷的海水里 有点灵的冰冷的海水里 就能够尽到达了 这片冰冷的海水里